眼前这个敢如此嘲笑四大高手陆小凤的小子 他的名字叫零零发 是皇宫里的宝龙一族 他的主要职责是保护皇上的安全 所以四大高手在紫禁城上蹦迪是肯定不被允许的 阿发说什么也要把他们四人抓回去 况且阿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是大侠 因为阿发觉得大侠是不会秃头的 独孤城见阿发这个愣头青非要抓他们 于是拿出自己的绝学天外非仙 想要靠此收买阿发 可阿发根本就不认账 阿发这副嚣张的模样 导致四大高手完全没了蹦迪的兴致 于是打算改日再约 扔下阿发便腾空而去 这可把嚣张无比的阿发吓呆了 现在他是真的信了这是四大高手 宝龙一族共有四个人 除了零零发还有零零公 零零喜和零零财 简称恭喜发财 其中大哥零零恭喜的一身铁布衫 一身横练肌肉 任凭他人数刀连坎也伤不到他分毫 一根锯木敲在头上也毫发无损 就连下面面对狼牙棒也是坚硬无比 跳起来一脚就将狼牙棒折断 我想肯定有很多人羡慕他老婆 零零喜则是腿弓高手 腿法变换莫测 力量身不见底 一招碎尸角更是碎变天下所有的食道 堪称天下第一腿 零零财则是拳法高手 龙拳 蛇掌 骨掌 抱拳 特拳 凭借一手高深莫测的五行拳 纵横皇宫数十年难寻对手 大家都得到了皇上毫不吝啬的赞要 可是到了零零发 皇上立马就变了脸 因为阿发什么都不会 只喜欢专研发明奇怪的东西 比如今天就给皇上展示了新发明吸铁石 羊面和羊面在一起会同性相吃 羊面和鹰面在一起则会异性相吸 非常的神奇 实在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可当皇上问这有什么用时 阿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过阿发一点也不慌 因为他还有一个新发明 只要有了他 皇上身后的宫女就不用一直扇扇子这么辛苦了 只需要将两片叶子连在一起 再用双手快速转动 就能形成强烈的气流 这在炎热的夏天可以说是非常好用 可是上面的皇上被阿发吹的形象全无 很明显已经生气了 可阿发还在卖力地宣传自己的发明 此时大哥凌凌公出来替阿发道歉 可是阿发却说自己有个发明能破他的铁布衫 当场叫佛印下来配合自己 阿发解释只要将火药放在狭小的空间里 比如人的口中 然后再加入一颗小小的钢珠 最后引爆 当里面引爆的时候 固体变成气体 气体膨胀产生强大力量 将口中的钢珠逼出来 威力足以断食分金 而凌凌公的铁布衫马上就会变成一件破衣服 凌凌公当场不乐意了 他觉得这天底下没人能破他的铁布衫 于是让阿发试试看 随后阿发点燃炸药的引线便闪到一旁 阿发解释到这个武器唯一的缺点 就是用的时候会产生高温 所以佛印的嘴已经受过阿发的特别训练 刚开始嘴巴最嫩的时候 先吃点很烫的汤饺和小笼包 要不然就是喝热汤的时候一饮很尽 久而久之佛印的嘴已经能承受100度的高温 阿发越解释凌凌公就觉得这玩意不容小觑 不免也开始害怕起来 随后砰的一声 凌凌公被吓得魂不守舍 可是冷静下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 那是因为钢珠根本就没有发射出来 阿发的理论虽然成立 但他却没有对嘴巴这个载体进行评估 因为嘴巴根本就承受不住这样的爆炸 所以佛印喜提一个香肠嘴 这次彻底激怒了皇上 如果不是宝龙一族代代相传 皇上早就把阿发这个废物赶出去了 叫他选个医生身份住在宫外收集情报 阿发却选了一个妇科大夫 皇上想到这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阿发解释自己还是很有用的 就比如昨天晚上自己抓到了四大高手 虽然最后让他们跑了 可是自己拿到了一本武功匿集 那就是天外非仙 皇上见此便让阿发使给自己看看 他在耍力 皇上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打了阿发一巴掌并将他赶出宫去 还说永远不要让自己看到他 没办法 阿发只得离开皇宫用自己复科大夫的身份生活 可是阿发哪里会医术 有时候自己还没有病人的医术高 有一天阿发遇到一位奇怪的病人 他告诉阿发自己好像有病 自己的老公出鬼了 只是说了他几句便被挨打 可是自己却对他更加迷恋了 十分喜欢他粗暴的感觉 随后他便掀开格连问了阿发一个问题 你粗不粗暴啊 我也可以粗暴啊 病人听到阿发这句话决定报复他老公 他也要在外面玩给他看 希望阿发能帮他这个忙 不料阿发居然有老婆 却可把病人给整不会了 灵儿并不知道他是保龙一族的身份 认为阿发只是一个普通的复科大夫 而且他也是唯一没有否定阿发发明的人 他一直在阿发身边鼓励他 就算是扫地鞋这么离谱的发明 灵儿也对阿发的发明表示夸赞 随后阿发带灵儿去看自己的呕心沥血制作 懒人按摩机 这还是节能环保的版本 阿发用老鼠出力来产生力量 再用齿轮将这些力量大量增加 进而推动升降台 于是就可以反复举起一两百斤重的东西 完全地做到了环保节能 这个还配备了档位调节模式 档位不断增加 按摩力度也会随之增加 这可把边上的灵儿开心坏了 可是这样没羞没骚的生活没过多久 阿发的诊所便迎来一位奇怪的病人 原来这位像鬼一样的人是宝龙一族的情报人员 阿发看见他这个样子真的很赖眼睛 让他快点说来这里的目的 原来是佛印有重要任务交给阿发 让他马上返回宝龙一族的秘密基地 可是阿发怎么也没想到重要任务居然是洗碗 还没等阿发反应过来 皇上便出现在秘密基地 在皇上与林林喜的交谈中得知 金国境内近日有一巨星坠落 金人称之为天外飞仙 并且召集了各地的名医来主持解剖天外飞仙 可是阿发觉得金国人奸诈狡猾一定有阴谋 皇上去的话一定有危险 可是皇上在国师的吹捧下信心爆棚 叫上宝龙一族一起去金国看天外飞仙 此时阿发想上前劝诫皇上但被佛印制止了 因为不久前皇上才说不想再看见阿发 可是阿发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宝龙一族的责任 理应上前提醒皇上 可是到皇上离开这里 阿发也没有勇气再次出现在皇上面前 果然不出阿发所料 所谓的天外飞仙不过是吴相王的皇子 目的是为了吸引全中土的大夫前来 然后借机将他们全部杀掉 这样敌军缺乏医治 金军便可以长驱难下 到时候席卷中原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先不说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 但不得不承认吴相王的脑洞是真的大呀 这个看似荒诞的计划 却受到了吴相王老婆和儿子的遗旨好 原来吴相王是因为练吴相神功走火入魔 导致面目全非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即便如此 吴相王儿子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而另一边阿发因为没能阻止皇上 前往金国再生闷气 可恨的是他将气全部都撒到了灵儿身上 甚至叫灵儿走 可是灵儿的反应无不透露 他是真的很爱阿发 但是待阿发看见灵儿眼里忽赏忽现的泪光 阿发也知道自己有点太过分了 于是立马上前抱住灵儿道歉 这让阿发也彻底想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 他决定带上灵儿亲自去金国保护皇上 阿发与灵儿两人背着行囊便上路 而皇上也在三大高手的保护下上路 可是刚到金国就遇到一队可疑人马 就这样低调地走了没多久便进入一处树林 树林内处处都透露着诡异 突然有奇怪的落叶掉下来 居然悄无声息地解决掉了抬轿的小猫 幸好三大高手眼几手快迅速接住了轿 而吴相王老婆和儿子也出现在眼前 三大高手以为这就是普通的小毛贼罢 毕竟这次微服出群潜伏得这么好 肯定不会被有心之人发现的 灵灵供一人对战吴相王老婆游刃有望 因为她的手刀对于铁布扇来说毫无作为 而灵灵喜和灵灵才对战吴相王儿子却稍显吃力 吴相王儿子可以一分为二 黑白无常实为一体 一人打一边也难以制服他 因为二人根本无法分清哪边是真身 被吴相王儿子百般吸水 而灵灵喜悦起来想用碎石角攻击 但被扔出去的骨刺扎中辫子钉在树上 吴相王儿子趁机跃起对准头部一刀劈刮 那边在劈刮 阿发在吃瓜 只剩灵灵才和他打势更是难上加难 自己一意为傲的拳头被用骨刺刺传 灵灵才的惨叫声下的皇上坐立难安 吴相王儿子反手就是一招手自击 幸好大哥比其余两人靠谱一点 吴相王老婆的手刀在他的铁布扇面前根本不够砍 丝毫不能伤他皮毛 自己还一拳将气打倒 刚准备补上一脚结果踏实被他一脚踢向右脚 导致下盘不稳瞬间破功 吴相王老婆发现破绽趁机来了一招双弹结碎 那边双弹结碎 阿发这边吃了一个双弹灌饼 就这样皇上被吴相王杀的全军覆没 而阿发和老婆则是收获满满 晚上天外飞仙的解剖现场 阿发用话将灵儿吓走 以免被他发现自己保龙一族的身份 灵儿被阿发恶心到失去看天外飞仙的兴趣 说自己要去那边急事买衣服 阿发也如愿以偿地独自进入解剖场 可是刚进入大门便被人牢牢锁住 阿发在人群中寻找皇上的身影 但是并无发现 但他独特的帽子却引来了众多大夫的观众 大家互相寒暄互抱家门 特别是得知阿发是妇科大夫之后 大家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 解剖刚开始 大家变团团围住解剖台都想一睹天外飞仙的英姿 根本就没注意到身后出现一群蒙面杀手 阿发一把揭开天外飞仙的遮羞布 露出天外飞仙的真面目 大家无不为其英姿惊叹 而身后的杀手也开始行动起来 杀手已经将刀架在大夫们的驳狗处 但大夫被天外飞仙深深吸引毫无察觉 唐大夫接过阿发的菜刀准备先给他放放血 可是唐大夫也是第一次解剖天外飞仙 难免有点慌 迟迟不敢下手 殊不知身后的大夫已经被杀手悄无声息地全部干掉 接下来杀手的目标自然是天外飞仙边上的大夫 大夫们都盯着唐大夫手里的刀 即使刀都架在阿发的脖梗 大家都没有察觉 不料阿发突然喊了一声等一等 唐大夫分心将刀甩到天外飞仙手臂上 天外飞仙突然起身大叫 吓得阿发也跟着大叫 大家一下往后退将身后的杀手都砸晕了过去 天外飞仙手臂痴痛在台上大喊大叫 吓得大夫们只能尖叫不敢说话 但阿发听出来了这是皇上的声音 上前取下头套发现果然是皇上 皇上刚想找阿发算账 转头却发现身后满地尸体和一排蒙面杀手 大夫们和皇上看见这个阵仗瞬间乱作一头 杀手们举刀步步紧逼 只见阿发拿出瓷石将他们的刀全都吸了过来 还将刀分给大家一人一把 正在分刀时 杀手们掏出匕首朝众人冲了过去 大家来不及反应 只见一阵刀光剑勇闪过 杀手们全部撒手倒地 原来其中有两个大夫不一般 正当二人在炫耀自己的刀法时 黑白无常从天而降 耍刀的大夫被他一脚踹飞 大夫们见状拿着刀便冲上去 可是无相王儿子一分为二 看傻了阿发 大夫的攻击通通打在甲身上毫无作用 有两个大夫决定一人砍一遍 这样他就没办法躲开 但是即便如此二人的攻击也起不到丝毫作用 反而被穿搏和穿心而死 大家看到这一幕无不人心惶惶 只有阿发除外 阿发饶有兴趣地看着黑白无常 随后拿着一根大木棍便走上前去 一棍就敲在真身上 无相王儿子虽然吃痛但觉得只是阿发运气好 便再次变换等阿发攻击 不料这次阿发又猜中了 随后无相王儿子开始让人眼花缭乱的变换 看得阿发眼睛都花了 可是阿发还是能准确地找出真身 打得无相王儿子连忙求饶 无相王儿子很生气抬头 却发现阿发已经退了回去 他扔掉甲身决定用自己的功夫干掉阿发 不料阿发居然扔出一块磁石 将地上所有的兵刃都吸到了他身上 随后阿发在趁机上前痛殴他 待他反应过来阿发又闪了回去 阿发奇怪地脚步误以为是在嘲讽他 他生气地挣脱掉兵刃直直朝阿发攻去 阿发不急不慢地从背包中拿出另一块磁石放在自己身上 用力一点 同性相斥 导致无相王儿子改变方向朝边上的铁架飞去 阿发趁他被吸附在铁架上上前痛殴 无相王儿子双脚用力一等 挣脱磁力的束缚向后飞去 阿发也转身向皇上炫耀自己的磁石 不料自己被对无相王儿子导致异性相吸 阿发不断后退 无相王儿子不断上前 导致二人牢牢地吸附在一起 正当无相王儿子准备用骨刺解决掉阿发时 阿发用力将磁石反了过来躲开了攻击 可是这样二人面对面边又是异性相吸 阿发反应很快迅速将磁石反了过来 无相王儿子起身就将爱是的磁石搬下来扔到一边 不料却吸附到了火盆上 这一切都被阿发看在眼里 面对无相王儿子的攻击 阿发用力将磁石搬下来扔向他 导致和火盆上的磁石形成异性相吸 无相王儿子被调转方向直直朝火盆飞去 被吸在火盆上的无相王儿子净退两半 直到全身起火不停在地上扑腾 就这样打败灵灵喜和灵灵财的高手 被阿发的发明磁石戏耍惨死于火 待大家出来时发现外面早是一片狼藉 阿发迅速跑出去呼喊自己的老婆 但很快就察觉不对劲 让皇上和大夫们先退回去 果然天上突然掉落树叶 将阿发身体多处割伤 原来是无相王和他的老婆 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儿子会被打败 无相王老婆双手一挥随机起风 掺杂着取人命的树叶 阿发迅速躲进一处帐篷内 阿发拿出自己的改进版小钢炮 取下帽子上的两个扇叶 合成一把超大的风扇叶 双手转动扇叶将杀人树叶统通吹了回去 将来不及躲避的小洛洛全部干掉 这可把无相王夫妇看傻了 随后阿发越转越快 立马原地升空 看着慢慢飞到空中的阿发 大家都毫不意外地傻掉了 阿发空中点燃的小钢炮开始攻击 地面上不明势力的小洛洛们被轰得人仰马 阿发的攻速越来越快 简直就是机关枪无差别扫射 这可把无相王夫妇看傻了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阿发一炮轰成灰 随后阿发也因为炮弹用了 自己的嘴巴也失去知觉掉了下来 阿发刚掉下来就看见他老婆就倒在不远处 阿发走上前掩不住的悲伤刚准备去翻他过来 但被一生熟悉的老公教主 原来这个人只是和灵儿的衣着相似而已 原来灵儿刚才去隔壁村大抢购了 随后灵儿看见穿着奇怪的皇上 原来灵儿觉得这件皮衣是真的丑 如果你的肚子真的这么大的话 就更不应该穿这件皮衣 和小姐妹们围着皇上就是一顿鼠落 随后又去另一个村买东西 留下尴尬的阿发和皇上在原地 我老婆 回到皇宫的阿发彻底受到皇上的重用 就连以前最看不起他的博士 也开始抱他的大肚 皇上赐他的玉佩不想要 他想要皇上头上的夜明珠 也就刚救过皇上的阿发敢要这东西 换做其他人早就被灭了 阿发要这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 并不是为了钱 他是准备送给他老婆 可是灵儿看着夜明珠却悲伤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阿发是去抢劫了 阿发向他解释自己是治好了一个有钱人 这是他自己赚的钱买的 随后便将夜明珠塞给灵儿 岳父冲上来抓住阿发 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女儿 而一旁的灵儿却被秦操一脚踢倒在地 灵儿趴在地上口吐鲜血 灵儿母亲剑状砸碎酒坛上前要和他拼命 不料却被秦操反制 此时岳父也冲上来挟制住了秦操 秦操也反手挟制住了路人甲 灵儿剑状举起一只马准备朝秦操去 不料阿发用碎碟子阻止了他 阿发严令灵儿把马放下来 甚至用力划破了灵儿的脖子 灵儿听到这里哭得势心裂肥 但阿发还是那般绝情 无奈灵儿只好将马放下 最后还在灵儿生日宴上抛下他跟着秦操离开 灵儿也追出来像往常一样晚 可是看着灵儿委曲球权的模样 阿发这次却没有向灵儿道歉 反而一球将灵儿砸倒在地 闭嘴 看着二人渐行渐远 灵儿也只能流泪目送 越黑风高夜 会显雅旭上空一盏引雷灯升起 阿发与秦操二人来到昏暗的屋内缠绵 阿发为了证明自己很爱秦操 将自己是宝龙一族的事托盘而出 以及皇上看上了秦操 是他派自己来摸底的 可是现在自己却摸了秦操 简直就是杀头大罪 可是阿发刚说完 皇上却出现在这里 之前还与阿发亲密无间的秦操 见到皇上的出现 立马与阿发撇清关系 还乐人先告状 说阿发欲对自己图谋不谷 皇上还没听阿发解释 便叫人去抓住他 可是手下们一通操作 却把秦操给抓了起来 这可把他整懵逼了 原来阿发早就识破了秦操的阴谋 至于阿发为什么会发觉这是阴谋 还要从那科业明珠说起 所有女人见了他都会发狂 可是秦操却毫无波澜 此时阿发就断定秦操一定不是女人 而如今跟阿发有深仇大恨 伴女人还伴这么美的 只有一个没脸的老家伙 那就是无相王 可是秦操还在狡辩 说阿发因为自己还痛欧了他老婆 阿发也不再掩饰 直接表示这不过是引你入翁的一场戏 阿发还搞了个颁奖礼 请出了最佳女主角灵儿 阿发还向大家解析了灵儿为什么获奖 灵儿完美地演出了一个妻子 被老公抛弃的那份唏嘘与坎坷 而最佳男主角当然是阿发 对岳父 岳父的表演简直可以说是无可挑剔 可是阿发对这个颁奖十分不服 自己明明从头拍到尾 节奏带的是有目共睹 质问佛因为什么把奖颁给那个小子 可是佛因说阿发的表演流于表面 十分浮夸 这里星爷是在反向回应当年那些说他没演技 无配得奖之人 博师张着双手便朝秦操走去 可是刚一近身就被秦操一声吼飞 无相王也不再装秦操了 直接挣脱束缚险露真身 直言要杀了阿发提妻儿报仇 阿发叫佛因将自己的百宝箱丢过来 可是佛因刚扔到空中就被无相王一掌击碎 无相王一拳打在小兵身上却没有作用 反而身后的小兵却遭了殃 原来这是无相王的无相神功 是一个可以将力量转移的武功 简称隔山打牛 佛因问被打的兄弟感觉怎么样 他只是有点害怕其他并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还有点舒服 阿发听完这句话准备上去和无相王较量一番 但被佛因抢了些 就在无相王以为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候 宝龙一族最神秘的男人出现了 他像鬼一样在无相王身边飘来飘去 诡异的出场方式下了无相王一击灵 好姐妹直接使出绝学一魂大马 围着无相王便开始转圈圈 快到大家都看不清他的身影 更是卷起阵阵大风 可是好姐妹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他把自己转脱了 这迎来无相王的嘲笑 可是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铁链牢牢缠住 原来这根铁链并不是为了锁住无相王 而是连接了天上的引雷灯 无相王听见天空雷声大左 用力一跳将铁链连接处折断 可是阿发发现雷已经被引雷灯倒了下来 无奈只好冲上前去捡起铁链将它送到无相王身上 可还是差了一点 差一点就能放到无相王身上 就这样阿发被垫的浑身抽搐倒地 无相王也挣脱了铁链 冲上前欲解救阿发的铃儿被无相王一脚踢飞 无相王正准备一脚解决掉铃儿时 被阿发叫住了 原来阿发并没有死 反而因祸得福 仅此一垫身体里的细胞变大 让阿发的功力等于武林高手苦练100年的实力 于是阿发便能使出之前独孤城给他的天外飞仙 只见阿发跃于空中变成一个仙女 朝着无相王飞去的同时渐渐变成一个魔鬼 还没等无相王反应过来 阿发横七竖八就挥出几箭 待见收入翘中 无相王也四分五裂成为肉款 阿发兴高采烈地看向铃儿 可铃儿却没有给他回应 反而自顾自地去补装 阿发的表情也变得意味深长 第二天皇上在等阿发上班 可是这小子却迟迟不到 原来阿发带着铃儿去看日出了 这最后的结局更是让人意味深长